你好 几位 你现在变化挺大点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来 尝尝你以前最喜欢吃的炒饭 臭小子 还不看过了吧 我就说吧 他就是个收垃圾的 放开我 谁 老师知道你的条件比较艰苦 但下学期的书费如果 想赚钱吗 去我家 给他 不行 你好 我是他妹陈然 一个学期就咋够了 耳包吃 他答应了 先吃饭吧 还是当年的味道 累了 怎么不见陈叔和小燃啊 哦 他们去旅游了 其实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 当年我出国留学 你这次有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 但是费用要自理 女童姐 你要去留学 没有 当年老师突然通知我变成功费留学 我连跟你们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后来 我发现你们关店了 我也联系不上你们 当年我走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你 我回去我不算为难 过去是就不要再提了 你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我没有 等我一下 老板 我该干活了 后来我老婆回来 要怪我了 老婆 小静 介绍一下 这是我高中同学于童 我们先去忙了 我初中的心愿 小燃 你哥刚刚好奇怪啊 我介绍给一个女生 叫什么宇童 宇童姐回来了 就是那个 和你哥上过前大戏的宇童 我上次我想忘了自己 却忘不了你 陪我玩过一场叫爱的游戏 粗心大意的 我上次我想忘了自己 我就说吧 他就是个收垃圾的 想赚钱吗 去我家 我该干活了 忘了我老婆回来 要怪我了 老婆 宇童姐回来了 就是那个 和你哥上过前大戏的宇童 别那么大声 被我客厅逃 又要骂我了 谁啊 来了 赶紧给爸送饭去 哥 你跟宇童姐 快去 他们不是去旅游了吗 你说 谈情就谈情吧 说爱就说爱吧 如果难过眼睛就偷偷在一场 都让我知道你爱是被人家 小燃 宇童姐 当年道雨发生了什么 陈叔叔怎么会在医院 我不能说 你不说 我就去问你哥 别 当年我哥知道你没办法留学 他就把自己准备上大学的钱 秘密地交给老师 做了你留学的资金 我爸以为他都弄丢了钱 当时还把他关了禁闭 所以沉默是因为我才美 直到你离开那天 我刚刚毕业后 他就一直帮店里了 直到几个月前 他都病倒了 他除了看店 平时还会坚持送外卖 打击分工 如果我们帮他们分担就好了 宇童你去哪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你今晚有空吗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沉默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 他 他是我喜欢了十年的人 我先走了 哎 你知道吗 宇童为了他尽量 就骂吃鸡了 江帆 你不是一直在追宇童吗 那个沉默才高中毕业 能跟宇童幸福吗 对啊 你条件这么好 宇童到底怎么想的呀 宇童到底怎么想的呀 医生 这是我爸上个星期的医药费 这个月的我会再想办法的 费用已经结清了 哈 爸 你怎么在这 臭小子 宇童来了你都不告诉我 叔叔 您病好了 我还想吃您做的炒饭 哎呀 那可不是我做的 当年啊 这个小子知道你爱吃 他一个人亲自下厨 碰的不要我碰 跟我走 我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你要费 就当做当年留学费吧 我们俩亲了 她的她 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 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 交团的白得不会 沈默 这样做才是对的 你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会用来回答 是来的 老板 来罐可乐 来了 你 以后我就是老板娘了 我已经把这里买下来了 写了你的名字 你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那我走进你的世界就好了 行了 我不会放开你了 你们来了 看你们这架势还真像小两口啊 开什么玩笑 我们可是兄弟 啊 好热呀 都怪他 说什么环保 不让我开空调 你这么胖 就该出出汗减减肥 听网上说 男女生如果对视十秒 就能知道对方喜不喜欢自己 要不你们试试 你们太无聊了 我就说你们不是垂有仪吧 是就是 谁怕谁啊 我为了你的心处在航行 啊 哈哈哈哈 舒语彤你是故意的吧 差一点就能确定吗 我们都合租这么久了 还对我没表示 是真的把我当兄弟了吧 合租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才是重点 同志无缘下 当然是要先抓住他的胃啊 啊 啊 你在干什么 谁娶你真是谁倒霉 既然味觉失败 那就从视觉入手 你能让他看到你不一样的样子 沉默 小学生身材就别乱衬衣服了 他真的油烟不进 我看我还是放弃了吧 别啊 我还有沙烧剪呢 听说最近有个活动 还能看到雪景哦 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第一场雪 肯定要跟喜欢的人一起去看 我自己一个人也能看雪 第一场雪 肯定要跟喜欢的人一起去看 难道他有喜欢的人了 快走 来不及了 长白山除了又美丽的天使 还有福斯林 是长白山第一习惯 这里的风好清爽啊 这里的整个空间气候 都是由新风空调打造的 不仅能镇氧换气 出来的风 更是像大自然般的好空气 现在逛京东 5月28号到6月18号 购义元全一包 能享受空调特选 和300元长白山旅游优惠券 我们趁心来买一台 以后你吹空调 就不会打喷嚏了 什么 这空调该换了 第一场雪 肯定要跟喜欢的人一起去看 跟你合住 就是为了更好 为看住你 你不是说谁准我 谁倒霉吗 那我就来做这个倒霉蛋好了 我就是老百年了 啊 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那我走进你的世界就好了 你帮我把电数回来 我很感激你 但不代表我会跟你在一起啊 老板 这样我就收吧 能将女生都那么主动了 我看全世界就你不承认吧 对呀 嫂子 老板娘 点菜 哎 来嘞 哥 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宇东姐差点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了 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 再不抓紧表白 小心后悔一辈子 你微微的笑 温暖我心 宇童应该会喜欢这个吧 宇童 你们来了 来 撕下我们的招牌虾 这是河虾吧 一点都不新鲜 都是虾 河虾和海虾果然比不了 你们在聊什么呢 哎 玉桐你煮床的手镯呢 如果分 不是为了这几点棒了吧 没有 我只是弄丢了 你真的不后悔吗 这是我做我最正确的决定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生 这个电话怎么还不开门 宇童打的电话 沉默电话怎么关机了 小然怎么也不接电话 你懂我这不是沉默吗 沉默 沉默哥他是谁啊 我不认识 跟我走 你是我谁啊 凭什么管我 我是你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么急着倒贴的 你喜欢我不就是因为 我帮了你吗 那你知不知道 我帮你 只是因为可怜你 可怜你是个捡垃圾的 既然你这么想帮 那我就成全你 别强人所难 别再窥探 他的陪伴 还嫌不得 我就是笑的眼睛 喜欢你 枉费你给的温暖 他早已言分 理所当然 他的心从未被填满 何时释然 再遗憾再不甘 人悲伤弥漫 而他将万尊情绪都溃烂 不曾心软 他根本不在乎离散 不在乎圆满 你何必承认所难 别再窥探 他的陪伴 还嫌不够难堪 我为你给的温暖 他早已 你真的不会回忆 这是我做过最正确的权柄 不在乎圆满 你何必承认所难 你何必承认所难 我就是瞎了眼睛 我喜欢你 还嫌不够难堪 你还在笑 现在说话 他求我 知不知道雨冯为了你 放弃了升职的机会 她一个这么优秀的人 你怎么能 你要是真的为她好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替我好好照顾她 我会的 对不起 诶 老板 怎么不见老板娘 说没了呗 人家现在跟江帆可幸福了 郎才女貌 你难过什么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你去哪儿 雨冯姐今天结婚 你不知道吗 结婚 也是 是我也不会叫你的 星汉 我去看一眼 陈墨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你还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 我不怕吃苦 只要是和你在一起 摸住我的手 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 我已经向你走了九十九步了 你能不能为我走一步 你能不能为我走一步 你能不能再让你哭 啊 我对你走到最后 我不会再放开你了 你不能不要回头 你静静的 还愣着干嘛 跟着求婚呢 说你不需要震动 你说我扰一个 我愿意 对不起 除了他 谁都不行 至少 让我帮你吧 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 不该喜欢的人 你好 点餐 怎么办 我妈妈过敏 待会儿别人又犯了 给你 谢谢 我男朋友也给我买了这个口罩 超可爱的 小雨 我好像有喜欢的人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刚 这么巧 我男朋友刚刚也来了 等你追到手之后 我们就给四个人一起约会了 你好 点单 是他 男生除了是视觉动物 是我觉得也有很大影响的 斩男香是必不可笑的 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 哦 是吗 制造偶遇 然后就记得加上微信 刚刚谢谢你啊 我加下你 把车钱抓你吧 好啊 记得把搁钱感情跟篮球有关的 制造共同话题 你也喜欢酷里啊 你也是酷蜜 我们也太有缘了吧 给你 谢谢 我是不是该表白了 成 这么巧 我男朋友刚刚也来了 斩男香是必不可笑的 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 知道共同话题 你也喜欢兔里啊 难道 小雨的男朋友是陈默 为什么把我散了 有女朋友就不应该招惹别人 女朋友 女童 小雨 我 哥 哥 你看 赵美生活便利店和恐怖店系列的口罩也太开了吧 而且戴上也不闷 很透气 现在参与官方抖音隐藏款免单挑战赛 有五百名用户有机会获得免单优惠哦 买口罩上去城市更安心 现在上微信小程序赶紧多存点 对了 给雨童也买点 为什么 店里经常有客人带宠物 他鼻子很敏感的 而且这么可爱的东西 当然配我们可爱的雨童啊 我来买 凭什么 你不会 太沾塌了吧 那你帮我帮 行李帅人腰 纯交 好 爱情 保护好自己我才安心 牵我的手 我知道你会带着我 跳什么 让你不等我 你谁呀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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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当你看到我出现 再次回到你耳边 再次陪伴你入眠 希望没变 不可能一生不变 都问你刚刚不等我 还有认错人 谁叫你腿这么短 周川转来我们学校了 我找钱 周川 周川 你就是 帮我个忙 凭什么 今天是喜欢沉默的第十天 你怎么知道的 还给我 他刚刚往那边跑了 快去快去 日记还我 我还缺个助理 虽然你脑子不太灵 没想到 我才不要 那我就把它打印出来 全校看看 还给我 沉默 我喜欢你 我答应你 五点之前签完 这么多 沉默 我 你别说了 我签 我站在楼台上 晒刚洗好的衣裳 这是瞎了眼的人才会喜欢你 你干嘛 没干嘛 我 我 那不是大只女鱼童吗 她也追星了 你不是喜欢 你不是喜欢沉默吗 关你什么事 我忙你啊 怎么办 沉默 沉默 走吧 明明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有病吧 自己女朋友不能打 对不起 明明 我又没认出你 没关系 医生说过段时间 就能把我脸盲治好 你会等我吧 这个菜够辣 你肯定爱吃 诶 语童 好巧啊 你不是不能吃辣吗 你认出人辣 我还以为除了我 我不会有人认出人的 其实 我不是你 也不是你女朋友 你干嘛 下周我可以做手术的 这样我第一个认出来的人 就是你 家属 家属 签下鸣 安宁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去连我的脸都记不住我真的受够了 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遵守吧 别再招我了 宁宁 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太过认真 太过认真 失去了分寸 分不顾身 安宁 那些情果的柔下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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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热起来 失去真正的相识 找了脚 她要怪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有病吧 自己女朋友问得到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去连我的脸都记不住我真的受够了 分手吧 失去真正的相识 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安宁 你终于认得我了 我也该工程生退了 雨童 雨童 我们回家吧 好 我就是我当时没看作人 可你这么做值得吗 喜欢就值得啊 我们的合照呢 什么合照 我不小心弄脏了 你好 你的外卖 你的外卖 好 帅哥 了解一下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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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一下吗 房间宇童 我感谢你 当时是你自愿要离开 现在就不该回来 给我的 手术很成功 你过来吧 我用实力的最后一切 沉默就交给你了 你可以跟她那么久 为什么现在要离开 她只是把我当成了你 那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那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我用尽所有自然去 她爱人是我 你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 别再痴心妄想了 她才不是替代品 我们疼到窒息 对爱情迟疑 爱太珍重 却不愿放弃 你会等我吧 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我输得彻底成全需要勇气 原来之前陪着我的 是你 要不是你 我根本坚持不到去动手术 根本没有去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爱的是你啊 苏宇童 宇童 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江帆 你听了秋末的火焰 你听她叹息着泪脸 你跟沉默结婚 怎么连蜜月都没去啊 诶 那不是沉默吗 你们才刚结婚 她怎么能这样 无所谓了 反正都是她活过日子而已 你难道不爱她吗 我点外卖 你要一起吗 我做的饭 一起吃吧 怎么都是我爱吃的 你喜欢就好 谢谢 睡不着就听你睡醒故事吧 谢谢 最新的项目就你做到最好了 要告诉我有什么秘诀 过着新的光 很暖 与你有关 你可以试试这个十点读书APP的课程 能帮助职场提升 等一下 你是干米皮 出门一定要做好保湿防晒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我不对我老婆好 对谁好 先接个电话 苏语彤在想什么 她只是对你旅行丈夫的义务而已 况且 她还有一个喜欢了三年的女孩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们都心知肚明这场婚姻的意义 我也没资格说什么 走吧 不行 跟我来 雨童 沉默 她是谁 介绍一下 她是我小姨 小姨 小姨 怎么样才能和雨童再靠近一点啊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很有距离感 你啊 注视力量经验太少了 你不是有十点读书APP吗 你们可以在这里听一些关于两性的情感书籍 多了解彼此的想法 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现在成为十点听书会员 站内搜女性文化消费节 很多大牌护肤品都捂着 赶紧给雨童囤点啊 女生的青春是很短暂的 你可要好好照顾她 谢谢小姨 我也不知道你们女生喜欢去哪里旅行 所以今天就出来问小姨 不用这么麻烦的 当然不行 喜欢了三年的女生好不容易去回家 怎么能这么马虎 她喜欢了三年的女生是我 雨童 三亚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们赶紧上十点读书APP 把也笑着好物吧 但现在有优惠多囤电 你喜欢就值得啊 但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你会等我吧 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但爱你不是我 你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 介绍一下 追求我女朋友 腰斑 先走了 小墨 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好说了 可你爱的人是我 从你抛下我那热气 我对你的爱已经消失殆尽了 你是来找雨童的吗 她都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也不该打扰她了 雨童哪里来的男朋友 江帆她 江帆 她只是以墨的医生啊 以墨 我什么都不知道 陈墨 紫乔 你的脸蛮正真的最好了 那不是雨童吗 你怎么认识她 你当初不是要追她吗 我带你住吧 你叫安宁走了 我今天遇到我喜欢的人 你认得他 我记得他的名字 安妮 原来我一开始喜欢的 就是语童 你根本不是我要找的人 当时为什么要答应我 当时我刚分手 你来找我 我就陪你玩玩了 没想到你有点忙 还挺有意思的 我就喜欢看书语童 喜欢你又得不到的样子 你不知道吧 他还给你写过情书 不过被我扔了 你 语童 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你了 妈妈 宝贝回来了 说我们相同 喜欢是眼睛红红 失去你心事重重 那一眼懵懵懂懂 并不觉得有多浓 只有在离开的时候 才感到 请不吝点赞 晟语童